《临摹古画游戏人物画》 《临摹古画游戏人物画》 《临摹古画游戏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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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领子 它是这里尖的 就这种 这边是圆 然后这边又是尖的形 在古画里边 其实也有很多人物 等到画到点景人物的时候 就会有个困惑 那画的人物应该是 怎么样的形象出现的 慢慢地就开始搜集 这方面的资料 开始尝试自己逢来逢去 我做衣服都要自己来挑面料的 挑一匹那个纯棉的白色布 要做个胶领中医 可能两米多差不多 我妈是个裁缝 那我们小时候很多衣服都是她做的 那小时候是听她的缝纫机声长大的 要做一件胶领中医 胶领指的是她的形质或者说长相吧 就是她的领口是胶领的 中医指的是她的使用功能 就像我们现在的衬衫差不多 等到出动的时候 慢慢地就是自己开始去改衣服 手就被挣扎到了 断了一截针在里面 可能有一个月才好 今天来找朋友玩 他们也很喜欢汉服什么的 下午好 睡来了 好 平常说起汉服我们总觉得是宽袍大袖 你看一下怎么翻到我的中指这个位置 刚好长度的话 那这个是那个便服 大指尖一点点 那就是你这个就是长服 长服 这个就跟你的差不多 那只不过你的没有这个插 插下来的结构 但是这个袖子明显就是会更加的正式一点 因为礼服它是这个 也就是说要拨出这么长的距离 那它走路肯定不是这样甩的 它是要端着走的 那他们上朝的时候 拿着护板这里是端着的 衣服衣领的 其实我姓的被子 它变得够长 我一直认为就是 作品要跟人的状态是相符合的 你画这个东西 你的状态如果跟它比较接近的话 可能会是更好的 所以才尝试做一些 跟这种类型相关的衣服 做的衣服啊 最难的都是领子 因为领子它可能是 你衣服 一个是你衣服最显眼的位置嘛 另外就是 如果领子做不好的话 很多地方底下就容易垮下来 像这个领子难 难在于 这个经纬线是这样的 十字交叉嘛 经纬线 那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都是没有弹性的 但是如果是斜的 它就非常有弹性 所以教领终于难可能就是在于 医生跟领子 连在一起 要怎么让它 在静止状态下也是平的 我们说如果把汉服 或传统服饰引进了 我们生活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大概分两派吧 一派是认为把它礼服化 那所有的节日 节假日 隆重的场合把它拿出来穿 另外一派是认为要日常化 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中 它才有更多的生命力 那像这件我仿的 宋慧中听琴图 那个里面的那一件 那我是合着它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袋子卷起来 往里边藏 另外这个可能后面加了个 这个布子一样的 因为传统它是一个被动影响 也是一个主动吸收的过程 其实每一次复古它都是一次再创造 这是一个 初唐时期的软角斧头 那我自己的话打板打了有三次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有出土的直接文物 我通过雕塑绘画 去推断它的板型和技法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怎么扎 它是先把这两个后面的往这 在这个位置简单扎一下 抓住这两边 然后往后 往后扎 我们更早期的那个方法 推断后期的方法 它是再次基础上 再往上扎而已 所以结的话要一个正一个反 就完成了 杭州它是南宋的都城 还有南宋的西湖市井 每次走到那里 让人有跟传统 跟古代 跟更早前的人 联系在一起的感觉 当我是画山水为主的 那很多时候我觉得 人的居住和生活方式 应该跟他的作品比较贴合 不管是精神上 还是说物质形式上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作品也是确切地表达了 我的审美意趣 我们确实比以往任何的时代 都更多元化 汉服它是传统 可是它毕竟是比较新的东西 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个过程 这跟一个大的环境有关系 大家越来越意识到 这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这也是多样文化的一部分 这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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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